《明報》 後市遼震蕩向上看好基建航空版塊 2015年7月22日每日理財B06對博逸陳德好友定期收看本欄 或有收聽不者在電台節目的朋友已經留意到 在大跌前,不者不看好A股 在7月初大跌後,不者變身成大好友 昨日遲和上證收報25536點及4017點 對了一半,但還未到氣肉,港股及A股經過上星期的徵固 前G更為明朗,超跌可遠超預期遲到月初暴跌後 上星期是多個星期以來首次上升,遲升513點或2.1% 周線圖完成一次完美風暴,從5月底算起 除了6月中的一星期未升20點外 整體是周線7年的形態 7月初的股災,次一周跌1162點或4.5% 周波幅高達3425點,絕對是殺傷無數 不者喜歡用周移動平均線作其中的重要指標 在大跌前,我想60周移動平均線24700點 會有強大支持,但原來看高了一條線 往下的120周移動平均線23575點,才見支持 但真正底部22836點,也距離23575點有739點之多3.1% 這種overshooting,超跌,又吸了我們尚了寶貴的一貨 要經常打overshooting的可能性作考慮因素 不者多年前有幸為一名億萬富豪效力 他絕對是最勤力而聰明的第三代 更重要是人品隨和高尚 我事實分敬眾和欣賞他 但女士們不要奢望 因爲他已是名草有主 心理受創需時復原有一次 他和我分享一個道理 他指出,若有人本來輕鬆逛街 突然被授名標形大漢襲擊 新受重傷,復原後,在框街也會深有餘貴 這個故事很貼切地形容現在 A股散戶和港股股民的心理狀G 經過六和七月的股災 很多投資者新受重傷 別說心理上不願入市 實際上,大部分資金仍被套住 看得連儀貨也沒有銀彈買入 很自然地不看好股市 其實是主觀願望而移 港股已有一段時間沒跟外圍股市走了 關連到繼續下降 每次和有人談及港股走勢 大家心有同感認為港股太沒性格 不是受 A股拖累 便是外圍時期大跌 沒有什麼好的時候 其實這是人性直覺 我們多數放大了不好時的痛苦 而忘記了好時的快樂 只有時常保持樂觀 才能作客觀及有質量的分析 股災以過去 未來整部署才是最重要 我現時的觀點是 A股很大機會震盪向上 以四至六星期計 相證可回到4400至4500點水平 所以認為A股 及內地保險及勸商股可買 受A股提震 期將會嘗試26,600至26,800點 若我的研究及想法是對的 指數到了上述為止 我應會大幅度減倉鎖定利潤 除了A股Proxy外 我看好基建及航業景氣的航空板塊 不者為證監會持牌人、本人及本人公司 在客戶有持有償述提及股份 以上內容僅代表不者個人意見 並不代表公司立場 此文章不應被視為 亦不構成對任何人的邀約或公開發售 也不構成對任何人發出認購任何基金股份的邀請 本公司、成員公司、其聯屬人及其董事 高級職員及貴員可不時就本文章所涉及的任何證券持倉 陳德豪安達斯資產管理董事總經理 順利利益 登記 小職員及貴員可不時就本文章 除了 大綿 稍等利益 稍等利益